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麥當勞這件事奇在 他後來再和食安中心搏火 這件事昨晚我們做人民大道宗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食安中心出來見記者 麥當勞出了一份四點聲明 後來麥當勞見到食安中心 再晚點又再出了一份聲明 那份聲明就是 之前約了食安中心開會 但等了一個多小時後就不出現 開這個會的目的是什麼呢 開這個會想麥當勞和食安中心一起發放訊息 不要不通知聲 老實說很多時候商界都有這個想法 因為商界很多時候他們會覺得 譬如上面做物料提供的 下游做賣東西的 中間廣告公司的 或者是法律部門的 公關部的 廣告部的 他們會合理的 但他們經常都忘記了 政府部門是不喜歡跟你合理的 政府部門是喜歡和政府部門去互聯繫的 他們為何要和麥當勞合理 所以麥當勞在這個位置問 於是他出一份新聞稿說 食安中心就說麥當勞說的不是事實 這句話我不明白為什麼 究竟是他們不是遲了一個多小時 還是他們沒有放飛機 他不是事實在哪裡 他說我不是遲了一個多小時 我遲了兩個多小時 你那句話很不準確 不過你想想想 當然麥當勞當然希望你和他一起發放 為什麼呢 你食安中心走出來說完之後 他再承認的話 變成後兜 對 好像是你砍破我 然後我才去補鑊 隨便會追落 而且通常商界客氣的那些 你是官 我不會爬你頭 但這個故事就教訓你們 可能下次不要跟他們說 因為現在有互聯網 紙包不住貨 你不至於先說出去